俄羅斯莫斯科近郊科羅庫斯城音樂廳發生恐襲案 至少有60人死亡 大約145人受傷 我們去現場看一下 當地時間22日晚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近郊紅山區 一處音樂廳發生槍擊事件 在演出開始前 至少有5名武裝分子進入音樂廳所在建築 並向人群射擊 截至目前此次襲擊 已經造成超過60人死亡 預計死亡人數還會進一步上升 俄羅斯緊急情況部表示 在恐怖分子進行了槍擊之後 還點燃了整個音樂廳 而目前火災的過火面積 已經達到了約1.4萬平方米 就在槍箭發生的現場可以看到 俄羅斯庫城音樂廳建築的外牆有被大火燒毀的痕跡 雷諾汽車逃離了現場 俄羅斯聯邦偵查委員會發布視頻顯示 在襲擊現場發現了一支AK系列突擊步槍 以及大量的彈匣和彈藥 有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認為 從網絡流傳的照片和視頻看 襲擊者的行動極其專業 顯然已經蓄謀已久 除了用槍掃射人群之外 他們還攜帶了爆炸裝置 俄羅斯外交部22號也表示 當天在克羅庫斯城音樂廳發生的槍擊事件 是恐怖襲擊 俄羅斯聯邦偵查委員會 也已經宣布對此事進行刑事立案調查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在槍箭發生後 在社交媒體上宣稱 對此次莫斯科近郊發生的 音樂廳襲擊事件負責 目前莫斯科三大機場 系列媒傑沃、弗努科沃和多莫傑多沃 也已經加強了安保措施 而受此次槍擊事件影響 俄羅斯聯邦文化部表示 未來幾天 聯邦文化機構的所有民眾和娛樂活動 均已取消 此次襲擊除了造成傷亡之外 還造成數百人受傷 據俄羅斯莫斯科州衛生部發布的消息 此次音樂廳恐襲事件中 有三名兒童遇難